3、2、1 請結幕 为纪念U-Bike为台北市带来便利性 北市府特别在U-Bike第一站 捷运市政府站3号出口设置纪念异象 象征台北市为U-Bike发源地 U-Bike提供的大众运输最后一里服务 以汉市民生活紧紧相连 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当年U-Bike的创办人 刘金彪董事长 U-Bike是郝文斌市长当年创立的 算是他的重要增织 在我接任之后 我们就继续把1.0继续扩充 到后来我发现 我们当时是做到了400站12000辆 可是当时发现有个问题 因为常常有里长说他要装U-Bike的站 可是我们很难去处理 为什么 因为U-Bike站要拉电线 拉电线的话 哇这个就要找台电帮 我后来发现求人不如求吉 你要去找台电帮很困难 后来U-Bike2.0说他们设站 可以不用拉电线 这个就一个大进步 后来 就是这样 做什么事也一定要先试验 当时1.0压2.0 我想说用台大的学生试验看看 因为这个学生总是比较能够创新的 所以就用那个公管地区 先试验看看 看了两个月 开始做迪拜 就是有什么错的先除掉 没有问题 后来就把 再开始进行整个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把台北市一万二千辆的U-Bike 改成一千两百站 一万三千辆的U-Bike2.0 那今天这就算是一个 已经完全改装完毕了 从后天开始 12月3号 U-Bike1.0 政治警队 全台北市全部都U-Bike2.0 我要特别要跟 有李珠董事讲 将来如果你要改3.0 一定要注意系统相容的问题 就是那个柱子不可以再犯 我这次犯那个柱子 才是满头大案 好啦 这个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交换 最重要的是 现在台湾有八个城市都 只有台北外 有其他八个城市都U-Bike2.0 那这个U-Bike1.0 退休以后你知道 可以用的 我们就转送给 我们原乡的朋友 我想这是好事的 在捷运市府站 还保留一组 U-Bike1.0系统车主 以及自动服务机 供民众回顾 留下台北市U-Bike1.0系统 与民众骑程的共同回忆 2008年 我4月的时候带着那个 奉我们创办人 我父亲的命令 带着团队到巴黎去考察 到巴塞隆纳去考察 考察台北市的公共自行车 到底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当时对自行车完全不懂 我不是一个汽车的人 但是我父亲跟我说 你不懂没关系 我们的人懂 OK好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去巴黎考察 回来之后呢 他们设计出来了 我们的U-Bike 当然设计的过程当中我没参与 但是他做出来之后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满意 可是已经做出来的 行也定了 我们就不能动了 所以尽管台北市在郝市长他 扩充到全台北市的计划的时候 我仍然动不了那个柱子 有多少人问我 柱子能不能改 我说不能改 因为他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这是我的痛 这是我的痛 我真的也不喜欢那个柱子 尤其在这一站晚上被拍照的时候 我一天到晚被人家在Facebook上面Tag 所以当我们在 我们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1.0 因为我们营运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需要去改进的 我们都改进 很快的U-Bike 在一两年之内就超越了巴黎 超越了伦敦 超越了纽约 不要告诉我哪个城市的公共自行车怎么样 我们台北的U-Bike 最好 真的不要去以为 谢谢 就是我旅行那么多城市 看过那么多 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去摸它的公共自行车 别的城市不值得一提 这三大城市 没有一个比我们台北好的 所以我敢跟人家说 都来我们这里学习 公共自行车要学台北 要学U-Bike 尽管是这样子 我们在1.0的整个优化过程当中 2.0的概念出来了 2.0的概念第一个是什么 车速一定要改得很漂亮 大家觉得现在2.0的车速是不是很漂亮 不论有停车没停车 那个车速在四楼里面看起来就是掌心悦目 对吧 我没有老王卖瓜对不对 市长 3.0也不会改车速的 你放心 我不会再去改车速 这是偶心力学 不会有比2.0更漂亮的公共自行车的停车车速的 那么我们1.0在这几年下来台北市创造出来的 騎乘记录已经超过2亿 2亿人次 高铁才几亿人次 我们是不是大众运输 我们绝对是大众运输嘛 对不对 我们是大众运输最先跟最后一礼的这个接驳工具 那么我很高兴说 我们U-bike 在台北市受到政府机关 受到局长受到市长的重视 我们一起努力不断的去优化 我们的这个1.0到2.0 我现在觉得 我刚刚跟议员讲 我觉得我们的2.0 我真的找不到缺点 我真的找不到缺点 所以呢 不要跟我谈3.0 我2.0我都已经找不到缺点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那很高兴 我们退场的这个1.0的这个车子呢 会赠送给我们原民乡的这个乡民来使用 那车速我们就把它拆掉就好了 那么希望呢 我们的1.0车子能够在原民乡 一样给我们的乡民带来幸福感 带来快乐 U-bike 1.0系统停止营运后 堪用的自行车将一波转正 其中1,106辆将提供给市府相关机关 作为邻里巡守及学校自行车骑车安全教育使用 并将捐赠1,300辆给原商继续使用 让U-bike 1.0自行车退场后可以继续提供服务 记者零期会议台北报道